花蓮文化局2022回南美展日前 在花蓮文创园区举办开幕即颁奖典礼 而今年共有来自日美中港澳等地 共145件的作品参赛 选出了6件作品决审并展出 较租新台币50万元的最高殊荣回南奖 而最后由新媒体艺术创作团队 而英特二进的泥山行获得 自1995年于花蓮开办至今 2021年首度扩大为国际增见 2022回南美展日前于花蓮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举办开幕季颁奖典礼 今年除了我国参赛者 还有日本、美国、中港、澳籍、德国等地艺术家报名 共计145件作品 角逐首奖新台币50万元回南奖 即日起至12月4日 在花蓮文创园区第10栋展出最后决选的6件作品 今年一个2022年的回南美展的一个动线规划 差不多是说从一开始的时候 观众进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就是 回南美展的一个主要视觉仪 就是关于就是历年来 因为回南美展也其实从1995年开始发展 已经一阵子了 那它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演变 就是让观众先做一个全面性的了解 就回南美展到底为什么需要发声呢 那它的重要性跟意义到底在哪里 让大家一起去思考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大家也可以就是 观众也可以跟就是 回南美展或者是六位艺术家的作品 做一个就是互动回馈的部分 然后在接下来就进到展场里面 就是观众可以仔细的就阅读到六件艺术作品 他们之间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呈现 所以在空间规划当中就是一开始会看到 叫刘晓慧艺术家的一个作品 就是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空间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录像 就是观众可以很走进去里面 然后一个做一个很仔细的一个阅读跟观看 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空间固化 是比较是开放型的 就是观众不会因为展墙 或者是就是一些空间限制 去阻挡他们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方式 就每一个艺术家之间 他们都有一个适当的一个观看距离 以及一个动线 就是让观众可以在里面自己的去选择 他们要看的一个艺术作品跟一个艺术角度 然后让就是也就是这样的方式 让整个怎么说就是回来美展 它的作品里面的呈现形式会比较完整一点 六件作品分别是 To Enter 2G 宁餐行 张凯群 丰田玉和参与者 与美惠 寻找东方夏威夷 林俊煌 签笔测试 传讯 客送威人观季节 极流小会 白皱之棉 包含影音 装置艺术等形式 透过艺术作品传达各种议题及自我理念 形态丰富多元 最后游戏媒体艺术创作团队 To Enter 2G 的宁餐行获得回来奖 只盼着于回来美展 更厚值花莲文化底蕴 拓展花莲艺术视野 记得蒋邦远 华联士报导